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razy的簡報 我們一般的話 其實老師要錄製影片 現在真的方便很多 以往我們最常見的方法 大概就是 像這樣子 我稍微快轉一下 像這樣 像旁邊這些 有沒有教室把DV架好 對不對 然後 可是 用DV雖然方便 可是 檔案大不大 很大喔 很大 第二個 我這樣 有人看清楚了 可是 投影上面是不是就看不清楚 除非說那個拍得很認真 老師在講的時候就 抓到他 如果在講簡報就抓到這邊 但是大部分都沒有 而且其實大部分老師有沒有發現 你用DV錄下來之後 警攻存檔 就此封存 你有沒有哪一個課程你會特別拿出來再看一次的 真的很少 因為檔案大你真的要整理的麻煩 對吧 大部分都請同學做比較多嘛 他就 匯進去 輸出 沒有剪接 那邊看邊找就有點困難 那麼有些學校呢 像我們 在林東 也有一間教室是這樣 他會同時幫我們錄製 講師 還有 電腦的螢幕 也會自動分段喔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可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10分鐘一段 這樣有分段跟沒分段意思是一樣 還是邊看邊找 對吧 這影片是真的都沒有在的 只是我是男主角而已 這樣了解意思嗎 因為如果你沒有把主題 顯示出來 我還是必須要點進去再看內容嘛 所以其實還是不方便 那我們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這個內容就要點進去才看得到 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有看過我上課的方式了 我會像這樣是不是就把它分 把它分段分好 對不對 像這個我回去再調整一下標題 可是你再看有沒有比較容易一些 有 這就差別在這裡 我們現在要做翻轉學習也好 露營 不是敷衍鳥適用的 呵呵呵 如果只要敷衍鳥適或青菜滷滷就好啊 可是問題是這樣重複利用率比較低 重複利用率比較低 所以我們 找看看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讓大家可以比較快的 去找到你的應用 那我們這次的研習 因為時間比較趕 所以呢 平常我主要用的其實是這個 叫Deepbar Video Capture 就是我們現在現場在用的 那這種比較適合即時的 因為他錄好就可以直接 播放 不需要一個輸出的過程 所以我平常 上課都是用他 那對這個軟體對各位剛開始會 比較不方便 因為他沒有剪接功能 他剪接功能是獨立出來 變成另外一個他付費軟體 所以可能這個就比較不適合大家一開始用 那麼 另外呢 我們在左手邊 這裡 這一套也許有老師就有聽過了 叫Active Perendum 有沒有聽到Active Perendum 那這個部分呢 早期有中文的版本 就是我們講的正體中文 但是因為 大概後來沒有什麼 付錢嘛 他好像是澳洲的公司 所以現在 大家只有簡體版 跟英文版 那麼 這套軟體呢 其實有蠻多學校拿來做數位教材 因為他主要功能就是做數位教材 他的 影片剪接功能是完全免費的 影片剪接功能是完全免費的 而且這個軟體是大家 在使用上 相對容易上走 因為你們都會一套軟體 你知道叫什麼軟體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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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Maker還算難的 你們最熟悉的就一套 除了Word以外 Office裡面有三套嘛 Kill 因為他的影片剪接就等於是 像PowerPoint的介面一樣 所以很簡單 那麼 這是待會我們可能會稍微提到 另外右手邊這裡 如果老師覺得 還要軟體喔 這麼麻煩 你就線上直接錄影就好 這樣更輕鬆 更輕鬆 他的筆那些都準備好了 也有簡單的剪接功能 也可以 那 早上 還有老師有跟我講 他們學校 畢業典禮也有用這個 OBS 這叫虛擬攝影棚 最近我也常用 所以為什麼我要帶曬衣架來 是直接用的 因為他可以即時的 錄影做藍綠幕的去備 你看我現在的 這樣一個還是不好看你知道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要把這裡 去備 去備 留我就好了 你了解嗎 不過我今天是穿錯衣服喔 對啊 所以等一下換人喔 等一下換人喔 所以 這樣子 這樣有了解嗎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大概會介紹這 這三個 基本的 設備的部分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這邊的話 設備部分 我看一下在後面 對對對這個是只有線上的 線上 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 那個微軟的POWTON用久了 他們換個口味 吃固也會吃嗎 不是代表說POWTON不能用喔 但是 因為我平常為什麼給大家新制度的講義 我平常的構思一個課程構思就是像那樣子 只是在把它轉化成 這種 新制度的簡報 讓他比較好看而已 實際上構思過程比較重要 這是呈現端 嘿 你可以做參考喔 FocusGuy 也很不錯 好 那麼我們往這邊來看一下 我們剛講的在設備端的部分 其實你不用準備太多 原則上只要網路攝影機就夠了 如果老師要錄製教材 錄製教材主要就是 就是要把自己的畫面錄進來的話就是網路攝影機就可以 就可以 那 當然有腳架是最好 就是像這樣有腳架 會比較OK一點 我現場的話這個 那個攝影機 我有用的現在你所看到這個畫面的 其實是 有廣角 有廣角的 另外一台 我看一下 在這邊 另外一台 一樣都擺在這邊 但是 沒有廣角的 會有差 這樣有沒有看到差別了 我現場有兩台嘛 對不對 一樣的位置 可是 有廣角是不是看起來就比較遠 頭不會那麼大顆 這個跟 同學的那種自拍一樣 很多人喜歡自拍 頭就好大 嘿 這樣就會頭大 對不對 所以有怎麼自拍棒啊 或者廣角鏡啊 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嘛 那我們先看一下 所以你只要有這個就好了 因為 網路攝影機上面就有麥克風嘛 所以你就不會有 我不建議老師直接 只用麥克風 因為 透過音效卡出來了 會有更多問題 為什麼 不同 電腦的音效卡 處理的方法都不一樣 所以常常有時候 以前我剛開始用 只有麥克風的 就是常常會有大小聲的問題 沒有調到 整段都是沒有聲音罐 就是很小聲 就是你要個別調 所以我通常會比較建議老師 直接用網路攝影機 如果你有notebook 本身就有了嘛 對不對 手機也有 手機也可以錄啊 對對對 他就是都是自動的啊 而且每次都是一致的 因為Driver裝起來之後 那個音量都是一致的 不用特別再調 這樣老師才會比較輕鬆 好 所以這個是在硬體的部分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那我們現在請大家就先來把軟體的部分下載一下 OK嗎 來您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右手邊這裡 檔案 您可以抓這個地方 右上角這裡 這個地方您可以把它按一下就打開 因為預設只看到五個 您從這邊把它打開 我們有幾個 OpenBallcast 等一下會介紹一下 再來就是 Ati Printer 有看到了 就兩個就好了 這兩個就可以了 好所以您可以從這邊先把它 點一下 應該我們這邊下載不會太慢 把它下載下來 現在比較新版本到19.03 108 就把它下載下 那麼右手邊 Ati Printer 點進去 現在6.10 好下載 來 這個也是差不多890 的樣子 如果您下載完了 這個OpenBallcast 您可以直接把它安裝起來 就直接執行就好了 就下一步下一步 預設呢 它會是中文版 但是安裝過程是英文的 安裝過程英文的 Ati Printer 這個不用安裝 這個是免安裝版 免安裝版 免安裝版我沒有做過任何處理 就是把 安裝完之後的目錄扣出來而已 所以我打開 直接按右鍵 解壓縮 支持 這樣就好了 所以完成之後在這邊 好在這邊 好在這邊 它就有一個執行檔 這樣OK嗎 我們把大概需要的軟體 就這兩個 你可以先把它下載下來 好等一下呢 我們就可以實際來操作看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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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先趕影 咨嚴 咨嚴 咨嚴